第二次题 用毛皮摩擦塑胶尺 毛皮带正电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说过很多次 东西会带电 都是因为得失电子的关系 电子带负电 所以失去电子的带正电 得到电子的带负电 毛皮摩擦塑胶尺后 毛皮会带正电 表示他失去电子 他把这个电子呢 转移到塑胶尺身上 所以呢 第二次题问我们说 毛皮摩擦塑胶尺 毛皮带正电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A 电子有毛皮一项塑胶尺 因为电子有毛皮一项塑胶尺 所以毛皮才会带正电 第二次题答案选A